我明白你的感受 叶浩玄叹了一口气 他腾出一只手 抚着他的秀发道 就像是我一样 对于我的母亲 我是永远都不可能防备他的 因为他是我最亲的人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害我 你对他们的感情 就是这样的吧 你能理解就好 萧海妹倒在了叶浩玄的怀里 生平第一次叶浩玄才知道 原来在这个外表 看似坚强的女人心里 还有这么柔弱的一面 萧海妹十几岁的时候 母亲过世 萧家老爷子骨子里 注重传统 始终认为萧玉的母亲 才是名媒正娶的女人 根本不承认萧海妹的身份 而萧海妹的父亲 又是一个懦弱之辈 所以从小他缺乏关爱 对于自己的几个死党 有这种近乎于亲情的感情 也可以理解 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弱点吧 玄湖君 于景文是一位中医高手 到了他这种境界 对于一道境界上的渴求 不亚于武林高手 对于顶级密集的渴求 自从那天见识到叶浩轩的还阳九珍之后 他回到百草堂后就寝食难安 这天一大早 他便来到玄湖居 向叶浩轩求教一些常见的问题了 叶浩轩自得到了祖上一道记忆的传承后 对于中医的见解十分的深刻 再加上他与一道上的天赋相当的不错 常常能结合祖上传承的一道 发前人为所发 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经验来 现在两人都在叶浩轩的独立诊室中 一边给就诊的患者看病 一边探讨医术 于景文的手搭在眼前的一名病人的脉搏上 微微的一搭 他心里便已经有数了 于景文这个人 虽然是为人巨傲 但是一道上的造诣着实不浅 甚至他不弱于大国手贵成德 虽然他和刘复卿出自一脉 但是在医德方面 刘复卿是远远不能比的 就好比他在当地开的医馆 那要价是平价 有真正的穷苦人看病 他分文不取 比起刘复卿这样靠着自己的名头 大肆敛财 他的医德要高上多少位 叶医生怎么看 于景文转身看向叶浩轩 他来京城以后就听说过关于叶浩轩的传闻 听说他达到了忘气的境界 即使不好卖 他就可以通过人身上的气息 准确无误地说出病人身上的疾病 气氛症 叶浩轩微微一笑 并不好卖 他准确地说出病人症状的名字 佩服 听说叶医生已经达到了忘气的境界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叶浩文由衷地一拱手 虽然他这个人脾气有些古怪 为人俱傲 但是并不代表他这个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一旦遇到比自己更强的高手 他就甘拜下风 叶医生啊 什么叫气氛症 病人听得一头雾水 哈哈哈哈 没什么大碍 就是有些热喘 弹火旺盛的现象 于景文笑道 病人还是听不懂专业术语 依然是一头雾水的看向叶浩轩 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有哮喘 谈比较黄 然后咳不出来 而且口干 比较喜欢喝茶 叶浩轩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症状 病人忙不迭地点头 这就是所谓的气氛症 就是肺热 弹火较旺 问题不大 开副药回去吃三次就好了 吃这副药期间 记烟记酒 叶浩轩笑道 说话间他已经把方子给开好了 一边的于景文 接过方子细细地揣摩了一番 然后他皱眉问道 叶医生啊 你的用药 我不大明白 余老有哪里不明白 大可以指出 气氛症 以白虎汤加减 但是你的白虎汤里面 似乎多了一味 朝广地龙 这个药的药性 与这个症 关联好像不大 余老应该知道 欲阴阳五行之变吧 叶浩轩淡淡一笑 这个当然知道 中医 以阴阳五行为一例 这个病以玄学上来说 就是阴阳失调 两疑失衡所致 朝广地龙宫在调和阴阳 就这么简单 叶浩轩笑道 原来如此 余景文恍然大悟 他佩服道 难怪叶医生开的药 见效快 病后不反弹呢 原来叶医生 本身就是一名玄学高手 中医和玄学不分家 可惜到现在 能同时通晓玄学和中医的人 已经不多了 我只是粗略地懂一点 精通不敢当 叶浩轩谦虚地道 叶医生啊 我之前为人俱傲 脾气古怪 现在想想真是惭愧 看来以后 要跟你学的地方 还有很多呢 余景文谈道 余老言重了 你是长辈 我们只能说是 共同进步 发扬国粹 说得好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医 了解中医 哈哈哈哈 余景文笑道 叶浩轩向窗口一边的黑影一撇道 如果想学的话就进来学 在那里偷偷摸摸的算什么 窗外的身影明显的一针 然后有些不情愿地走到门口 推门进来 不是别人的 正是王学安的孙女王学 我哪里要学了 你少臭美了 我只是想看看你看的病会不会出错 如果会的话 我提醒你罢了 王学不服气地冷横道 现在看完了 那你可以走了 叶浩轩淡淡地笑道 你 王学被噎了一下 说实在的 他在外面偷听 就是想跟叶浩轩学医术 只是自己之前的狠话放那里了 是绝对不会轻易地跟叶浩轩学医术的 要不然就要叫他师父了 这家伙大不了自己多少 要是叫他师父的话 那自己多没面子呀 只是王学实在是太喜欢中医了 叶浩轩的医术又相当的高明 所以他才忍不住在窗口偷听 想学点经验 没想到竟然被叶浩轩发现了 就算你不想叫我师父 我也完全可以教你医术 你于中医上极有天赋 只要人品不算太坏 我绝对不会藏私 但是 你想学习还拉不下脸 你让我从何教起 叶浩轩毫不客气地教训了王学一顿 小姑娘 拜叶医生为师吧 我都想拜他为师了 可惜我年纪大了 理不从心了 余景文小呵呵地说 他想都别想 想让我叫你师父 哼 你得拿出让我折服的能力来 否则的话 想都别想 哼 王学冷哼了一声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叶浩轩无语地摇摇头 现在的孩子脾气都这样吗 自己可是高人 在那些电视剧里面的桥段 遇到高人 就是这个丫头的机缘 他还不赶紧伺候着点 在玄湖居待了一上午 余景文便要告辞离去 于老 这份资料 就是太义神针入门针法 你可以拿去参席 不过这针法分两个境界 这只是入门 高深一点的境界 需要以气预针 你老年纪大了 恐怕学不了 叶浩轩说着 取出了一份资料 交给了于景文 这 叶医生啊 你真的可以把太义神针 入门针法交给我吗 看着叶浩轩手中的文件 于景文激动地直搓手啊 太义神针是失传已久的针法 现在市面上所流传的太义传人 不过是一点皮毛罢了 像这种绝技 叶浩轩竟然能无私地拿出来 跟他分享 这让他相当地吃惊 当然 不过令师弟刘父亲就算了 他这个人的医德有问题 只要于老能够找到品学兼优的弟子 完全可以把针法传给他 叶浩轩笑道 那 那就谢谢叶医生了 叶医生大工无私 老朽佩服 于景文激动地接过叶浩轩手中的资料 虽然只是入门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辈子能见到入门的太义神针的针法 也算是今生有幸了 送走了于景文 叶浩轩正打算出门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限量版的劳斯莱斯 停在了玄虎锯的门口 另外在车的后面 还跟着十余辆的商务别客 少青营款款而至 邵总有事吗 叶浩轩微微诧异地问道 少青营这种人 属于日理万机型的 是不可以有事 没事就往自己的玄虎拘跑的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少青营反问了一句 呃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叶浩轩闪闪地笑了笑 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这个女人无与伦比的美貌 以及不凡的成就 任何一个男人在他跟前 都会有些拘束 就连叶浩轩也不例外 上次请你吃饭走得匆忙 这次补上 有空吗 少青营微微笑道 呃 不用那么客气 叶浩轩笑道 这不是客气 算是我感谢你几次救我吧 少青营的语气里 有一丝不容之意 呃 那好 叶浩轩点点头 跟他一起出了门 依然是上一次的那间西餐厅 柔和的光线 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优雅轻快的音乐 让人彻底的放松 叶浩轩突然明白 为什么那些上流社会的人 这么喜欢来西餐厅了 在这里 不仅仅是吃饭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一种享受 一种精神上的放松 酒厂的事情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三天后正式开工 少青营微微一笑 自己酿酒 当然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我们直接买成品酒 然后勾兑就好了 关于特供酒原液的问题 我会很快想办法解决的 既然是打算自己做 就要把牌子打响 酒当然要是自己酿得好 一来节省成本 二来是口碑的问题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半个月后 第一批普通版的 就能推向市场 我在上面找找关系 过些日子 会有一个国庆性的 产品展示会 最好是把我们的酒 能推向世界 少青营说话 依然不紧不慢 看她认真的样子 叶浩轩微微有些失神 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 都是那么的浑然天成 让人不自觉地入迷 我怎么感觉 你的野心挺大的 也好寻苦笑 走向世界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全难 尤其是之前 没有一点知名度的酒 想要推向国际 其中要走的路 还有很长 这个女人果然有魄力 这不是野心 一来我对你的酒 有信心 二来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少青营微微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神色微微一变 有些不自然 叶浩轩微微的诧异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个男人 微笑着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有过一面之缘的 原氏集团的原天佑 吃陪一下 少青营站起来 想去把原天佑打发走 上一次跟叶浩轩 共进晚餐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打搅了 这个男人现在 竟然又来打搅他 实在是太可恶了 似乎是看到了 少青营的企图 原天佑快走了几步 来到了少青营的跟前 她笑道 盈盈 这么巧 一起吧 今天我请客 对不起 我又约了 少青营淡淡地说 哦 原来叶医生也在啊 原天佑仿佛 现在才看到叶浩轩一般 她故作惊讶地 看向叶浩轩 叶浩轩眉头皱了皱 心里有些不痛快 一来 原天佑的表情太作作 二来 她是故意忽视自己 原总的势力 你没问题吧 我一直都在 如果你的眼睛 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看 免费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我的眼当然没问题 只是盈盈的光彩 太过照人 所以我就忽略了 叶医生的存在 不好意思啊 原天佑 无所谓地笑了笑 盈盈也是你能叫的吗 少青营突然淡淡地说 盈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原天佑微微地一针 我说了 盈盈是你随便能叫的吗 少青营眉头微皱 甚是不悦 盈盈 原总 少总的话已经很清楚了 你干嘛还要死皮烂脸的 叶浩轩站起来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吧 原天佑皱眉道 一个小医生也敢当自己的面这么说话 他真的以为自己治好了些大人物 身份就超然了 医生就是医生 跟自己比起来就是一个渣 可就是这么一个渣 竟然还敢跟自己叫板 他活得不耐烦了吗 是跟我没关系 但是少总现在约我吃饭 你在这里没完没了的 你没看出少总不高兴吗 你怎么这么不识趣 我有我的追求 这跟你有关系 原天佑瞥了也好悬疑 算了吧 袁总 还追求 我知道你在追求少总 但是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了 你的年龄跟少总的爸差不多了 你指望一个商界的奇迹 跟那些懵懵懂懂的 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样 勾勾手 就跟你走了 叶好悬越说越来劲 这个老男人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想学着人家追女神 叶好悬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看着有人追跟自己认识的女人 他心里不爽 相当的不爽 况且你硬件够格吗 论实力 你原是比不上少使 论相貌 也没有我帅 论年龄 你还是不占便宜 你凭什么就以为少总会接受你 叶好轩一连串的话 让袁天佑的神色不大自然 他嘴角抽出了几下 为了在少青营面前顾及自己的形象 他才没有当场发作 没错呀 叶好轩说的都是事实 可就算是事实 你也不用接着连三地 当着面说出来吧 这样多伤面子呀 叶医生 说话要负责任 袁天佑强忍住抽人的冲动 但笑了一下 叶好轩心中毅力 这家伙真是个笑里藏刀的家伙 这样的都不发火 正要加大火力刺激他时 少青营发火了 袁总 我们要用餐了 不希望被打扰 还有 我现在想让我弟弟留在我的公司学习几年 袁总就不用千方百计地挖他走了 我弟弟现在算不上人才 袁总这么做 是不是别有用心 少青营道 令弟的潜力是很大的 我只是想让他帮我几年 只要你有需要 我随时可以让他回去 袁天佑笑了笑 袁总 大家心里都是明白人 你拉拢我弟弟的原因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不想听什么鬼话 总之 我不希望以后 再听到我的弟弟找我去辞职 袁天佑的脸色变了变 少青营今天吃错药了吧 不然的话 怎么一点情面都不给他留 好歹大家都是京城的康顶大集团 大家平时都有业务上的来往 好不好 就算你不高兴 也不能这样伤人 你太让人伤心了 太让人伤心了 袁总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们就要用餐了 不送 这个时候 服务员推着餐车走了过来 叶浩轩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是这样的 邵总 过几天 我打算举办一场原石交易会 所运的原石都是从缅甸深山里开采出来的 出率极高 不知道邵总有兴趣没有 袁天佑勉强地笑了笑 拿出了一张情帖 袁总是靠珠宝发家的 但是我们少使对于珠宝方面业务不深 我就不去了 少青莹淡淡地说 袁天佑大势尴尬 他举着情帖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吐石 我感兴趣 谢谢袁总了 叶浩轩顺手从他手里把情帖接了过来 你 袁天佑大怒 偏偏又不能当场发作 他冷冷地扫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转身愤愤地离开 我感兴趣不吓 我感兴趣不吓